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国产浏览器360极速浏览器来进行科学上网 而这款软件,我一会儿会把这个软件的连接下载包放在视频下方,大家下载就可以了 这款软件叫360极速版,就是这款软件,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个不是360安全浏览器,它不是那个普通版的版本,而是极速版,这个是360极速版 还有这两个,还有这两个插件,这两个插件是专门用来翻墙使用的,科学上网翻墙来使用的 而这款软件安装在360极速浏览器里面,就可以进行快速的上网 现在就带大家来进行演示,大家先下载360极速浏览器这个 安装包,点击打开,点击运行 然后点击同意用户协议,点自定义安装,它默认是C盘 它上面有的有添加到桌面,省为默认流言器,大家最好把它都给取消掉 先选择 最好不要安装在C盘,因为C盘容易拖累电脑 大家可以安装在D盘或E盘 大家看,安装在E盘 然后下面这几个都要取消掉,什么加入用户体验,这些都是没用的 稍微默认浏览器,这些都要打勾,要把它取消掉 然后点击继续安装,它稍等片刻就会安装进咱们的电脑里面了 大家看我这款是36013版13.0版360极速浏览器,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名字 它这个不是普通的浏览器 它普通的浏览器是无法安装插件的,还容易有后台 它这款浏览器是基于谷歌浏览器进行二次改装的 大家看,已经安装上了 看到没有 36013.0极速浏览器 就这个 然后打击,大家点击一下开始 打开 稍等片刻 可以了 大家看到这个页面 这是国产最有良心的一款浏览器 操作非常人性化 非常适合 咱们华人 非常适合华人的使用习惯 它这上面可以自动导入谷歌的书签 大家看上面 最上面 最上面 这个就是它会自动导入 谷歌浏览器里面的书签 好 然后来带大家进入最核心的主题 安装翻墙插件 大家先点这个 先点这个 最右边这个三横 三横 点一下 然后 大家找到工具 找到工具 工具里面 大家再找到管理扩展 管理扩展 大家看到没有 找到管理扩展 点进去 稍等片刻 稍等片 它现在提示 以安装扩展 以安装扩展 现在是 急速盒子 它是默认的要删除掉 把它给移除了 好 现在是没有任何扩展了 扩展程序是0 扩展程序是0 大家看到 现在是没有了 现在 现在我给大家试一下 没有安装插件之前 是无法打开YouTube的 大家看啊 它这在默认没有安装翻墙插件之前 是打开不了YouTube的 3W.3W.You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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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进不去的 大家看看是吧 没有 我再试试谷歌 我现在是没有进行安装插件之前 3W.GOOGLE.COM 大家看 谷歌 点回车键 它依然在打断 看到没有 它依然在打断 就证明 它被墙了 被这个被这个防火墙给屏蔽掉了 好 现在带大家安装谷歌插件 安装谷歌插件 大家要先打开这个开发者模式 大家看到没有 开发者模式点一下打钩 好 现在就可以了 进入开发者模式 然后大家开始进行操作 然后点这个 我给大家准备好这两个翻墙插件 就这两个VPN 大家看 VPN和这两个 把它拉进去 就可以直接 拉进去 先点进去这 工具 扩展程序 工具扩展程序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还在这 然后把它最小化 窗口尽量小一些 然后新建文件夹着 也是最小化窗口 把它给拉进去 大家看到 这是两个窗口 然后我把这个扩展拉 大家看到没有 我所见按住不要动 拖 一直拖进去 大家看到没有 它该提示 它该提示要添加VPN吗 大家然后选择添加 点击添加 好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它已经成功安装进去了 已经成功安装进去了 然后 这第二款 大家看到 也是这个 第二款VPN也是 插件也是 拖住 大家左手 拖住 鼠标 左键 不要动 一直往上面拖 拖拖 它会自动提示 好 大家看到 它又提示了 要添加VPN吗 大家选择添加 大家选择添加 大家看到 现在我就通用这个方式来进行 把它给这两款插件 给成功安装上这款浏览器了 大家看到 它进入这个首页 VPN感谢你安装VPN 大家看 非常好 好 来带大家验证奇迹的时候了 现在 再进入这 然后再次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我点下这个 这个也是VPN 在右上角 请仅用查解扩展 大家看 我先试一个 这两个是有冲突的 我先把这个给关掉 这两个现在是都在启用 同时启用的话 这两个插件会起冲突 所以我需要打勾 先关掉一个 然后只启用一个 大家看右上角 只启用一个 然后我再点击这个 点击它头像 它现在头像是黑色的 让它的变名 它就 咦 大家看 进入了 然后VPN 然后大家把这个选项 或者选 先拉一下 大家选择最后一个 或者是这个吧 这CA开头了 CA USA CA开头了 这款速度是最快的 它说上网 又上YouTube 和谷歌的翻墙速度 是最快的 加速效果最高 就是CA开头了 这个服务器 大家一定要记住选 C点一下 然后点这个 点名 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它现在就已经成功连接上服务器了 它现在已经出现名了 刚刚头像是灰的 现在是变名了 可以了 现在 再 带大家打开 3w.3w.utube.com.回车 稍等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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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马上就可以进入YouTube了 这网速非常快 它这个加速 这个节点加速非常快的 稍等片刻 刚刚咱们没有安装它 它是 它是一直没有反应 现在是进入了 载入 载入加载界面 它这个如果不行的话 再换一下其他节点 再换换其他节点 换第一个吧 大家看我如何调的 它这里可以更换节点 里面有八个节点 共自由选择 都是免费的 或者最后一个 大家看到我如何更换节点 它这里面有很多节点 一会儿 叫爹 没有 平均 一会儿 是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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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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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可以成功观看YouTube了 大家看 YouTube 大家看到没有 非常完美 这个节点速度还非常快 下面还有个时下流行 好 随便点进去 看会播放不会 感谢观看 大家看 它速度现在还是非常快的 点击跳过广告 大家看这YouTube 翻墙来观看YouTube 就通过360浏览器 360因为它是基于谷歌 进行二次开发的 所以说它可以兼容 这个谷歌插件 这个插件就到这里 现在在尝试第二款插件 大家看我把这款插件给You启用 给Go选掉 然后开始启用第二款插件 然后点击这个 大家看 点击这个 V1VPIN小风口 大家点击一下 它这是末日的江南大节点 大家看到没有 它正在连接 江南大节点 VPIN已关闭 大家看 现在是VPIN已关闭 大家可以在这里 这里可以选择很多免费节点了 大家看上面是免费的 下面带锁的是收费的 大家看到没有 下面带锁的是收费的 大家不要选 只选择上面免费的就可以了 选择美国或英国 网速都是非常快的 然后大家再点击打开 正在连接 稍等片刻 它这个 应该是可以了 然后再再次尝试 3W的YouTube 它是上面有保存的油 大家看 这款插件网速就非常快 迅速进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款插件网速非常的快 非常的流畅 大家看到 时下流行 大家看 网速非常快吧 它这个应该是支持4K到8K的 我再点击点击许 让给大家欣赏一下 点击许 它这会提示让进行人机认证 大家出现这个情况 跳过就可以了 我接人行道 点击许 成功了 进行人机验证成功了 谷歌它就只有这点还是比较良心的 大家看 这个电脑里面最高支持的是1080P 大家看 我现在是进入1080P 它这款插件网速是非常快的 上面说的是支持8K 大家看 我现在是最高的分辨率 HD播放非常的哦 大家看了 画质非常高 非常清晰 还非常流畅 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今天的视频教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